M.I.H.A. 心活台 小丹教學跟你一起吃喝玩樂 小丹教學 如果是眼睛 是這樣的 雙眼皮可以到這裡 那你會有位置畫眼線 即使畫眼線 你還看到雙眼皮 這些就叫做空間感 眼睛有空間感 有眼影 有一點點眼影 這裏是淺色的 這裏是深色的 你便會有層次去看到 這裏是睫毛 睫毛 這樣出來 睫毛是帶給你的立體感 所以這整組的東西 我們都需要提升雙眼皮 加帶到這個位置 才能夠做到 其實眼妝濃不濃 不關貼不貼雙眼皮 其實貼了雙眼皮 其實更加有機會 令到你的眼睛看起來更大 但不會濃 因為雙眼皮貼沒有顏色 尤其是這裏 我介紹一下 其實它是台灣的網民雙眼皮貼 曾經我化妝學校也有入過 但我現在沒有特別入 因為要入很多 要是你們自己去台灣買 台灣很近 買幾包 但其實它會配上這個膠水 以防大家買錯東西 其實一定要長條型才可以買 如果在外面看到正方形 綠色那一款 就貼上去 其實效果是差的 網民很明顯 如果這個配套 它會有黃膠 你把膠水塗在網上 然後用眉鉗去撩出來 用來提升雙眼皮的闊度 防止你的眼睛和眼皮接觸 而造成溶妝 這個是十分之好的 而且你貼上去之後 是完全不會見到有網的痕跡 除非你貼衰得很多次 就會有少少膠水質 真真實實要去貼的話 有時會根據不同眼型 這些可能大家要是個別上課 才可以再為你去解釋 因為眼睛的皮真的 每個人都不同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但我在這裏 就想給大家看一看 那個情況 貼上手會是怎樣的 好 這個膠水 好 我們塗在網上 然後用眉鉗 不要用手指 因為你會弄到整個手膠水 眉鉗 這樣我們把它弄出來 當然了 你有膠水那邊貼到自己的皮膚 一旦貼上去 再壓緊它 好 好 大家去看一看 其實貼在這裏 但其實真的完全看不到 除非你化Smokey 如果不是一般的妝 化妝呢 你可以 化妝前貼也可以 化妝後貼 即是粉底後貼也可以 直接你化完眼影貼 都還可以 我覺得最好是化完眼影才貼 其實它會透出眼影 除了你完全黑色那些就不好了 深啡色以下 它都會透出原本的顏色 可能黑色就差太遠了 但如果化妝前貼也沒有必要去貼 這個雙眼皮膠紙 我覺得 因為是否也看不到雙眼皮摺 好 大概的情況 其實就是 略略說是貼在哪個位 但有些人是貼不到 或者不是太貼 好 我們本身如果有些內雙眼皮的人 正常內雙眼皮的人 不是浮腫型 不是下垂型 不是多層皮型 很正常的內雙眼皮 或者是雙眼皮的位置小的人 我們本身有些天然的摺 這個摺 就是你當它是一條皺紋 這條皺紋 若你拉平它 拉平它 不要讓它出來 然後就把雙眼皮貼 把雙眼皮疙瘩 好像機械一樣 封住它 封了之後 等它乾了 其實我們就會撐一個 新的雙眼皮 在這個位置 兼且它的形狀 可以刷掉眼睛 是比較漂亮 圓一點的弧度 當你抹大眼 的時候 雙眼皮就會變高了 好 其實原理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 你有膠水 其實就要等它乾 而且你要塗膠水 那就多了這個步驟 但我覺得總比很多雙眼皮貼 它本身是有黏力的 但是黏力就會是 如果你塗了粉底去黏的話 粉底有油 如果我不說粉底 碎粉 碎粉 碎粉是粉會脫 你的雙眼皮疙瘩 就會黏了這些粉 一起脫掉 這個都很經常見到的情況 但如果你是護膚 其實就正常護膚品之前黏 正常就要 因為你未護膚 臉沒有lotion那些油 creme的油的話 是最切的 但也衍生你的情況 就是你塗完東西之後 有些護膚品 或者粉底 是由你那個貼的邊 滲了少少 進去的那些隙間位 其實也會變得很容易脫掉 之後脫掉 其實更慘 這個就會穩陣一點 但就多了兩個步驟 就是你要塗膠水 以及你要等它乾 但我自己這麼多年去用 我是靠它解決到任何雙眼皮的情況 最多有些極端的例子 我們就可能要用眼睫毛 去做個槓桿圓 你再加上去 這樣就可以矯正到眼型了 其實這些都是給矯正眼型的工具 放了上眼就不會等於濃妝的 因為實質我們覺得濃不濃妝呢 是很取決你用的化妝品 顏色和皮膚的顏色相差多遠 若果純粹矯正上面的東西 只會令你輪廓的形狀網絡不同了 但就不會產生一個濃妝的感覺 所以小丹教學 Ms.Tenten化妝教室 今天教大家用眼妝的疑惑 大家回家溫習一下 看看自己會在哪個情況做成用裝 針對它解決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